朕决心一定攻打台湾 在自身的愿望 以及太子索额图一党的怂恿下 康熙违背当初的困台三年计划 提前两年武力攻台 而此次攻台的总指挥 是姚启胜呢还是施郎呢 也或是李光帝呢 都不是 他们是汉人 万一攻台成功了 功劳岂不是被汉人拿去了 所以本次的攻台总指挥 还得是满人索额图 索额图 朕封你为特命钦差大臣 前往福建 亲自独战 当然 名义上说是独战 上次纳兰明珠一样 怀揣着康熙赐予的 紧要时刻 独断专权的秘词 索额图不但自己 要征汉人的功 他还要八旗也跟着战 于是请指康熙 让洞庭水师南下 协助参加收台之战 这洞庭水师 是只满人水痴 一辈子没出过湖 没见过海 让他们出战 除了混联收 就是娇屎 索额图感觉如此搞嘛 汉人还是有一半的功劳 不行 于是再次请指 让荷兰人魁一带着20条 新式荷兰战船 协助收台 这下好了 攻台有三股势力 汉人 满人 荷兰人 当初从中华 抢夺台湾的就是荷兰人 现在又让荷兰人 帮忙抢回台湾 这叫什么 这叫没人能比荷兰人 更懂如何打台湾 准 见一切安排都如愿以偿 左图心满一族的 来到了福建 刚到就被福建三人组 一顿顿 明说吧 本都不同意此时出战 末将也不同意出战 姚启胜的理由是 咱潜起近海才搞了一年 台湾虽稍有疲软 但未伤根本 此刻战绩尚不成熟 侍郎一介五福 说话就更难听了 他直接表示 咱们的硬件条件就跟不上 福建汉人水师尚未练好 一带来的霸气洞艇水师 我一看就知道 是臭鱼烂虾 再说那个荷兰人 他父亲就是被 郑成功收台的时候弄死的 这次他跟后面缠一脚 关键时刻捅一刀 也说不准 如果让魁一得逞 台湾岂不是刚离虎口 又入狼窝 万万不可 最后轮到李光帝阐述理由了 他是搞民生的 他表示 咱先不说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就算打胜了 台鹏今下一共三十六道来龟 一下子多出近百万张嘴 每天就要吃掉一万的粮食 福建目前都自顾不暇了 哪有余力供养台湾呢 收台而不能抚民 宁肯不收台 双方第一次见面 就吵得不可开交 不欢而散 晚上 姚启胜与师郎李光帝开交会 表示此战恐怕凶多吉少 主要我们是汉人 朝廷不相信我们仨 别看他所额图没明说 我看出来了 他此次是有底气的 如果咱仨也主张打 他就分工了 如果咱仨主张不打 他就取我们而代之 那不是拿我们当叛逆了吗 朝廷对咱们既用之也防之 调宠小记 最后 果然不出姚启胜所料 在姚启胜多次商议 多次上书朝廷后 依然得到命令 打并且一切听所额图的 令钦差大臣所额图 代朕督战 行使朝廷一切 生死赏华之权 至于非打不可的理由 朝廷也想好了 三堂堂大经 要喝两三年了 却没点大动静 让人看着笑话 所以这仗胜负倒在其次 首先是要打 要让台湾看看 我们的勇气和决心 姚启胜师郎李光第三人 得知朝廷的这个理由 也是哭笑不得 事宜至此只能干活 谁叫人家是主子呢 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仗还没开打 内乱下来了 大人在下长这么大 连女人都没碰过 这倒不难办 大战在即 本官可以让你们满足一下 说话的是满人的洞庭水师 此次跟随所图南下福建 准备联合侍郎的福建水师 以及荷兰人一起攻台 大战前 这群满人准备发扬 以往的优良传统 一夜之间 88名无辜的民女被玷污 更有两个年轻的少女 被折磨至死 一个16岁 一个才13岁 如此令人发指的禽兽行径 就是堂堂的大清八旗水师所为 第二天一大早 接到报案的李光帝 带着受害者家属 来到总督府讨说法 面对两名受害者冰冷的遗体 和跪在地上请求为他们做主的百姓 妖气声当众承诺 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道 但他真的可以吗 妖气声带着满腔怒气的众人 找到所额图 所大人正举着望远镜 悠哉悠哉的瞭望着 刚刚登船出海的八旗水师 被问及 他轻描淡写的说 自己早知道了 可那又怎么样 相当初 周培公 率三千家奴 攻打查克王石 不也是送兵为货吗 大战之前 偶有几个兵勇 强奸民女 是可以理解的 所向如果不能力展犯罪满兵 他们就会到福建水师码头去喊冤 那会怎么样 怎么样 很快 所额图就见识到了福建当地彪悍的民风 妖气声见状正好 加紧威胁所额图 不见百姓荒蛮未开 打仗不怕死 暴起仇来 更不怕死 在下的祖坟 被他们挖过三次了 所额图一听这话 顿时慌了 取下自己的红顶子 摸了一把冒虚汗的脑门 急忙问 姚气声该怎么办 好家伙 这满人的八旗水师 不但奸淫卢掠 还为了抢弓 不顾战机 提前出海 俗话说 没有金刚钻 别懒慈气活 你以为八旗水师身先士卒 是因为义高人胆大 其实他们连游泳都不会 硬着头皮 提前出海 全是所额图的主意 弗赵一旦立下 就没有回收的余地 八旗水师在澎湖列岛附近 遭遇了台湾水师 被消灭殆尽 他们没有得到附近百姓的惩罚 却得到了上天的惩罚 统统葬身于赋 当晚 所额图便收到了战败的消息 那是一个悲痛懊悔 不过二位请放心 我所额图是光明磊落 自然绝不会连累二位的 此次公台 为我全胜 究其原因 海战 罪计分病 而姚七胜 却领师郎普赖 各领一师 结果不能互相救援 这里解释一下 为什么索额图说 未获全胜 而不是全军覆没 因为后来 师郎也出海了 刚好看到 八旗水师的烂摊子 积极救场的情况下 击沉刘国轩战船 十二艘 击伤数 五百零八艘战舰 带回五百零三艘 也算小胜吧 索额图大喜 赶紧把功劳揽了过来 如此功过一抵 才有资格跪在康熙面前 声泪俱下的 控诉姚七胜 福建这边 姚七胜 师郎 李光第三人 也在所谋 小读啊 豪廷这几日的亭记 对我们的功过赏罚 怎么一字不提啊 哎 师郎 肯定是有功的 你也无过 叫皇上费心的 罢成还是我这个 老教花子 索额图不是说过吗 功抬失败 由他一力承担吗 皇上只降了他两职 等于挠个痒痒 我不能再装糊涂了 皇上不下旨意 是等着我主动请罪呢 咱主动的伸过脖子去 让皇上斩吧 姚东啊 你就把个屎盆子 往自己头上扣啊 这可是你们逼着我说的啊 忽了门 我死活不认账 康熙武力攻台失败 来到事后清算追责还解 怎么追责 福建总督姚启胜 早就算好了 按照正常观众的思维 那肯定是所额图的错误 第一 他不相信汉人水师 为了劫治汉人水师 非要让满人的八级水师掺和一脚 然而八级水师连游泳都不会 第二 他为了争功 不顾战机 下令八级水师提前出海 结果逆风迎战 船炮根本打不到敌人 自己却被迎头痛击 以上导致八级水师全军覆没 然而 问题来了 谁给的索额图这些权利呢 是皇帝 是康熙 是康熙答应了索额图的所有请求 是康熙给了索额图 重大时刻可以独断专权的胜职 所以 本都看来此次公台所额图无罪 本都也无罪 唯一有过世者 皇上 朕绝对不能承认武力公台有误 朕现在只有弃具宝帅 皇上的权威比正确与错更重要 问题来到了康熙这儿 却被他一句话轻描淡写的转走了 既然皇帝的权威比对错更重要 那怎么办呢 姚启盛同样替康熙想好了 早在数天之前就想好了 于是 曹廷只好另找对谁破事 这时候满朝文武忽然发现 那个养马的姚启盛 大小长短最合适 果然不出姚启盛预料 这责任兜兜转转 最终反而回到了自己这个 从始至终都不支持 本次公台的人的身上 康熙一到圣旨 姚启盛就被罢免了 福建总督的职责 回家养老了 谢值钱 姚启盛准备恶心一下 康熙和索额图 他告诉康熙 姚启盛在公台之前 给兵部上过三道集书 这三道集书 朕一到也没有见到 边关大力的奏书 何人敢扣押 所以朕觉得其中必有隐情 决定非要追查到底 次日康熙上朝 第一件事是甩锅 甩得干干净净 如果朕当时见到那三道集书 断不至于立刻公台 然后再是追责 是谁 是谁扣押了这三道奏章 致使我们公台失败 康熙先问兵部上书 兵部上书表示 他反正没见到 好 好嘛 这么着 朕给你一个时辰 你当着百官的面 一级级的查下去 非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立刻传命 兵部下属各司的 八位主使十六司案 三十二笔铁士 全部到前情公寓街下待命 好 趁着他们查的功夫 我们来说说 姚继胜这三道奏书 到底奏的什么 第一道尾 罢用荷兰兵传书 大义是 荷兰人士台海两岸是仇 如果用他们公台 一则让台湾百姓 更加同仇敌凯 二则让内陆百姓 也拒绝与朝廷合作 第二道书是 普赖纵兵为货书 大义是 八旗满人不会海战 而且素质极差 道德水平极低 在大战前期 水士官兵奸淫抢劫 激发民变 简直就是沿海百姓的负担 第三道书是 组建大清国水师书 大义是 福建水师与八旗水师 这两省队 体制不同 战法各异 让他们操一级 只会自己办自己 不如重新组建一支国家队 好了 三道书内容介绍完了 扣押他们的罪魁祸首 也查到了 谁扣押他 死案没落 王有名 传两人 二人畏罪自尽了 临死前留下一书 承认是读之过失 无人指使 哦